由台湾3D导演取全力 2014打造的米粒台湾3D行动车 偏乡巡运活动 今年首趟来到花莲展开巡回放映 15号从万荣乡西林国小 还有名利国小启程 预计巡运花莲13所国小 期盼透过公益的纪录片 台湾超人 传递给孩子不畏艰难 服务他人回馈社会的精神 透过影片将台湾的美 伸直入小孩子的心中 偏乡学子较少有机会观看电影 尤其还是3D电影 17日分别在吉安乡北昌国小 吉安国小 美丽台湾3D行动车偏乡巡运活动 特别开入校园 播放3D电影给孩子们欣赏 让孩子们惊呼连连 其中花莲远东诊所牙医师陈瑞祥 也代表公益纪录片台湾超人主角之一 花莲首位到宅医疗牙医师林毅超出席 期盼透过影片 让孩子们从小学习不畏艰难 服务他人回馈社会的精神 雅医师工会林毅超医师 有入选为台湾超人 那这个林毅师 本身因为是有小儿麻痹 然后他还愿意在花莲到偏乡 做盗宰服务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盗宰服务很多离开诊所以后 他需要携带的这个器械 还有这个在场地的限制 所以在做医疗 他其实是很辛苦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尤其是他因为脚不方便 所以他在帮助这个患者的过程里面 他就要比别人更耗费很多的体力来执行 然后我看见这个林毅师 可以很坚持自己 这个帮助人 服务人的一个精神 也是我们医界 最为这个尊敬的一个楷模 藉由努力台湾 这一部的一个影片 可以了解生活在台湾这一块土地的人 具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坚毅 质朴的一个个性 也再次的一个 谢谢这个我们美丽台湾 行动3D电影院的 取权力 取导演的一个制作 他对这一块土地的一个付出 跟奉献 那我想说 那给小朋友一个很大的一个 教育的一个意义 花莲巡影 预计还将使路平和 丰理 北林 民意 大进 瑞穗 复原和港口国小等13所小学 免费3D行动电影院 已旅行超过25万公里 使路全台2200多所校园 这两年因为疫情 导致应演延期取消 导演取权力 期盼透过群众集资 让台湾超人巡运计划 能继续走下去 民众可上网搜寻 美丽台湾3D 或台湾超人巡运集资计划 了解更多 记得讲帮演讲报导